初期阶段做代购 做海淘 转运这种阶段 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有比较沉淀起来的一些大的平台 比如说像田毛国际 像考拉这种 他们慢慢的占据了市场的主要的一些份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我们受邀参加了第十届中国跨境电商峰会 采访了组委会秘书长裴瑞先生 跨境电商和零售电商是我们从14年开始做的一个峰会的项目 最早的时候我们跨境电商还是处于萌芽阶段 14年大时候当时我们比较流行的海淘 风潮起来以后 国家对进口或者跨境贸易的进口或者出口 有很大的政策方面的支持 有很多的这些平台就涌现出来了 我们就看准了这个机会 觉得可以给大家打造一个这样交流的平台 那我们就举办了这样一个系列活动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这个推移啊 我们也做了五年 那么做了第十届的活动 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大的这种跨境电商 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的这些平台啊 或者卖家都在成长 所以说我们就出于这个推动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能够给这个行业这种一个交流的平台的机会 我们做的这个系列活动 您觉得这五年过来就是它从第一届到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变化很大 因为从最早的开始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电商平台啊 还有甚至有一些去做这种 比如说做海外的这个代购啊 那时候还是初期阶段嘛 做代购啊 做这个海淘啊 这种转运啊 这种这种阶段 那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有比较就是沉淀起来的一些大的平台 比如说像天毛国际啊 像这个考拉啊 这种他们慢慢的占据了这个市场的主要的一些份额 包括出口也是一样 出口一些一些这种很多的这种 像苏麦通啊 像这个这个敦煌啊 这些他们是现在慢慢的就是沉淀下来成为一些主流的一些这个作为出口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几年下来呢 很多的这种政策也是有对这个行业有一些这种有时候有促进啊 或者说有一些变化 那么大家都要适应一些这种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 去做一些调整战略这方面的一个 那您认为跨境电商就是发展下来到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跨境电商更多的我觉得 就是从进口来讲吧 其实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消费的升级啊 社交的电商的这个崛起也都是就是我觉得是一些亲的一些机会 一些蓝海的机会 那么可能业态啊可能会更加多元化一些 嗯 嗯 那您对跨境电商的就是这个未来发展怎么看呢 呃呃这个市场是 国家也是比较就是支持的嘛 就是不管是从就是进口的啊 或者说出口这一块那么中国的产品走出去啊或者把世界好的产品引进来啊 那么这一块是一直是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然后也是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去去去做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去去去去看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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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每个市场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比如说像为做美国市场的 有有有做做呃那个像职域像做中东市场的有做非洲市场的 做任何一个市场你肯定都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做好了解当地的一个需求啊 或者说你说当地的他这个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啊 你也要跟他做一个匹配啊或者说了解当地的比如说支付习惯啊或者物流的一个 呃一个方式啊这个都是都是要去了解的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杜高斯贝电视的有关内容 请务必关注我们的官网3w.dukscopy.tv 或直接下载我们的app杜高斯贝电视 好感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王颖我们下期再见